大家好,欢迎收看警长音乐课堂 我是魔幻之声口琴乐团的团父 本频道由警长独家冠名播出 另外还有警长的好朋友SE 为本频道提供了SE2300麦克风 非常感谢SE 最近有同学告诉我 他觉得《仙剑七下传3》的主题曲《遇见江湖》非常好听 问团父能不能从乐理层面来解读一下这个作品 团父不是仙米 团父只在中学的时候玩过一阵子仙剑一 但因为场景设置和敌人造型过于诡异 吓得我以为那是一个恐怖游戏 所以之后就再也没有碰过《仙剑》系列 不过我还是壮着胆子听了一下这首《遇见江湖》 好在他这首主题曲曲的还是很好听的 我觉得这个曲子非常有意思 它是一个小调的作品 非常适合今天的主题 调试 当然看过我其他视频的同学应该也已经知道 调试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主题 那这一期视频我们就先从调试的最基本的知识讲起 顺便一起从调试的角度来分析一下这一首《仙剑3》的主题曲《遇见江湖》 关注订阅景掌音乐课堂获取更多乐理知识提升演奏技巧 那先来说什么是调试 调试指的是以一个主音为中心的 以一定规律连接的音符的集合 所以调试就是音符的集合 这些音符满足两个条件 一有一个主音 二音符之间有特定的关系 什么是特定的关系 就是音程 音符之间有固定的音程关系 那么他们就会在这个调试里各自担任特定的角色 如果把这些音符从低到高排列起来 就构成了这个调试的音阶 如果说调性决定了一段旋律在空间中的位置 那么调试就决定这段旋律在空间里的形状 比如说一幅画 物体的位置和形状都很确定 我们欣赏起来就相对比较容易 在音乐里就叫做调性音乐 那与之相对的 位置和形状都不太确定 我们欣赏起来也就相对比较困难 在音乐里 这就叫无调性音乐 调试怎么来的呢 在古代 人们发现 从一个主音开始 进行纯五度的迭代之后 会得到五个很稳定的音 如果放在C大调上 那就是 ドソレラミ 把他们放到一个八度里面排列一下 就得到了ドレミソラ 这个就是大家所熟知的五声音阶 也就是五声调试了 不过我不太认同五声调试 是中国人发明的这种说法 因为在苏格兰南美日本等地区 五声音阶也被广泛的使用 我更倾向于认为 是人类文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很多地区的人不约而同的 发明了五声调试 五声音阶里五个音的关系是 大二度 大二度 小三度 大二度 小三度 这是五声调试的本质 那我们随便找一个音 降咪吧 根据大二 大二 小三大二小三的关系 堆叠音符 降咪 发 缩 降 咪 读 听起来是不是就和 ドレミソラ一样啊 那五声音阶的特点就是 没有很紧张的音程 没有小二度也没有三全音 所以听起来极度松弛舒适 胡乱演奏就会有浓郁的中国风味 但随之而来的问题就是 它一直都很松弛 听久了之后就很容易疲劳 之前讲和弦的时候说到过 拥有三全音的鼠和弦 经常被用来制造紧张感 然后解决掉 营造乐曲的情感起伏 那怎么办呢 于是聪明的人们就又用五度关系 向两边拓展了一点点 找到了C和发这两个音 这下不仅C发这两个音 构成了紧张的三全音关系 Mi 发和C都还构成了更紧张的小二度 音乐可以表达的内容被极大的扩充了 于是就来到了中世纪 中世纪有什么特点啊 政教合一 人们长期生活在教会的统治和支配下 自然音乐的发展也是以教会为中心的 当然也是以斗人密发索拉西这七个自然音为中心的 作曲家们利用这七个音 结合古希腊的一些吊式理论 创作了茫茫多的圣歌 后来经过一代又一代人的整理之后 到公元八世纪 初步形成了以其中四个音为主音的四个吊式 一直到十六世纪 才又加入了另外两个音为主音的两个吊式 构成了六个吊式 到了十九世纪初 加入了以第七个音为主音的最后一个吊式 那这里有个有趣的冷知识 你知道最晚加入吊式的三个主音分别是什么吗? 答案是 多、拉、和西 其中以多为主音的吊式叫做Ionian吊式 现在叫做自然大吊 以拉为主音的吊式叫做Eonian吊式 现在叫做自然小吊 没想到吧 他们在中世纪人气榜上竟然是倒数第二名和第三名 这七个吊式就被统称为教会吊式 或者叫做中古吊式 不过我们今天就研究其中的两条 就是人气榜倒数二三名的Ionian吊式和Ionian吊式 我们还是叫它们大吊和小吊好了 大吊音阶 看过我其他视频的同学应该都很熟悉了 是以全全半全全全半的关系排列的 也就是七个自然音从多开始顺序排列 就可以构成C大吊音阶或者C Ionian音阶 小吊音阶一般我们只说四个字小吊音阶的时候 指的就是自然小吊音阶 可能大家平时会听到以下这种说法 甚至有的音乐老师也会这么教你 但请大家记住这个说法是错误的 小吊就是Lasidore Mifasola 错了 应该说A小吊是Lasidore Mifasola 或者说如何在自然音排列中快速的找到一条小吊音阶呢 我们可以以L为主音 然后顺序向上取七个音 这就得到了A小吊音阶 或者叫A Ionian音阶 A小吊音阶给了我们一组音程关系 全半全全半全全 以这个关系构建的音阶就被称作小吊音阶 注意 这才是小吊的定义 是音符之间的特定关系确定了吊式 好 那我们来试着构建一下C小吊音阶吧 主音是Do 然后和大吊音阶一样 小吊音阶也需要七个音全部出现一次 所以 Do Re Mi Fa Sol La Si Do先排好 然后全半全全半全全的关系 我们发现 Mi要降 La要降 C要降 C小吊音阶 Do Re 降 Mi Fa Sol 降 La 降 Si Do 三个降号 还有什么调是三个降号的 降异大调 对吧 所以这就回答了五度圈内期视频里提到的问题 降异大调是三个降号 三个降号一定是降异大调吗 不一定 还有可能是C小调 那我们再来看C大调和C小调 C小调是不是在C大调的基础上 降了第三第六和第七个音 所以我们也可以用这种方法很轻易得到一个小调 比如D大调是Re Mi 升 Fa Sol La Si 升 Do Re 那么D小调就是降三六七音 Re Mi Fa Sol La 降 Si Do Re C小调降异大调共用一个调号 A小调C大调共用一个调号 那像这样调号相同的一对大小调 我们称之为关系大小调 那像C大调和C小调这样 共用一个主音的一对大小调 我们称之为平行大小调 关系大小调和平行大小调的应用之一 就是可以很方便地进行转调 比如说我有一个C大调的旋律 想要转到A大调 怎么搞呢 我可以选择先从C大调 转到它的关系小调A小调 然后再从A小调转到它的平行大调A大调 完整来一遍 我们一般聊小调都会聊到自然小调 和声小调和旋律小调 很多同学到这里又纷纷起坑了 因为名字和旋律根本就对不上 有我在不要怕 首先自然小调就是eolian调式 拳半拳拳半拳拳 剩下和声小调和旋律小调怎么办呢 还记得我们之前讲和弦的时候说到 鼠7和弦制造紧张感吗 比如在大调环境下 用第五个音作为根音 用调内的音进行三度堆叠 叠到7和弦的话 我们就可以获得一个包含三拳音的鼠7和弦了 从这个紧张的五级鼠和弦解决到主音所在的大三和弦 听起来就会有释放的感觉 你看是不是五度的又一大妙用 同样的事情能不能在自然小调里这么干呢 完全可以啊 对不对 你看啊 我们从五音开始 用调内的音堆叠 锁降C 热发 等一下 降C发是纯五度 你这是一个小7和弦呀 你听 丝毫没有紧张感 从这个五级和弦接到一级和弦 没有释放的快感 对不对 怎么办呢 于是聪明的人们想了一个办法 我们这个7音干脆就不要降了 把它还原回去 这个音阶就变成了 D Re 降Mi F S 降La C D 这样一来 你看五级和弦 S C R F 是不是就紧张了 紧张了之后 解决到主音所在的小三和弦 是不是很爽啊 这个为了和弦上的目的而制造出来的音阶 就叫做和弦小调音阶 自然小调是平行大调降367音 和弦小调则是把自然小调的7音又还了回去 那和弦是爽了 新的问题也来了 降La和C是什么关系啊 增二度 增二度是一个非常人工的音程 因为我们之前讲自然大小调都没有遇到过 如果我们疯狂围绕这个增二度进行演奏的话 会产生一股浓郁的咖喱味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聪明的人们又想了一个办法 既然增二度味道浓郁 那干脆我连这个第六个音也不要降了 就变成了 又因为制造紧张在解决这个过程 主要发生在上行的这个时候 下行的时候一般没有这个需求 所以下行的音阶仍然保留降六七这两个音 像这样为了解决旋律上的问题而提出的 新的不对称的小调音阶就被称为旋律小音阶 是不是一次搞懂终身不忘啊 接下来就有聪明的同学要问了 五声音阶是大调音阶还是小调音阶呢 同学你这个问题很危险啊 如果你要问五声调势是Ionian调势还是Eolian调势 那都不是 五声音阶或者五声调势是一种独立的调势 但是五声调势是Do Re Mi So La Do 是更像大调调势还是小调调势呢 我会告诉你它具有大调的属性 大小调属性怎么判别啊 就看根音到三音是大三度还是小三度 如果是大三度 我们就认为这个音阶具有大调性质 活泼明亮阳刚 如果根音到三音是小三度 我们就认为这个音阶具有小调性质 温柔舒缓 阴柔甚至悲伤 那传统的五声调势根音到三音是大三度的 所以听起来就会比较明亮一些 五声音阶有没有小调版本呢 当然也可以有 我们来试着构建一下小调的五声音阶 正如自然小调音阶是自然大调音阶降三六七音一样 我们也可以把大调五声音阶的三六这两个音降下来 变成Do Re 降 Mi So 降 La 听起来是不是很有日本的风味 那著名的日本名谣樱花就是在这个调式上的 团父特地去向一位日本朋友求证了一下 对了就是南里莎 她告诉我这个音阶叫做 意思就是去调四七音的小调音阶 而我们熟知的Do Re Mi So La这个音阶在日本 则被称作 意思就是去调四七音的大调音阶 哎有没有发现 大家对大调和小调的认知都还是比较一致的 那对于五声音阶来说 我们还有一种构建小调的方式 就是把大调五声音阶 看成是五声Ionian音阶 然后我们再来找五声Ionian音阶 那就是La Do Re Mi So 记下它的调式关系 小三度大二度大二度小三度 用Do来当主音 Do将 Mi Fa So将 C 这个调式听起来 我会觉得有点江南的味道 相比而言大调五声音阶 听起来就有点大茶子味 在日本被称作 Niro Nuki Tan On Kai 去调二六音的小调音阶 所以你看 其实日本人民建立了 比我们更为完善的五音调式体系 为什么要跟大家扯这个呢 因为今天要跟大家解读的 仙剑七下传三主题曲 遇见江湖 用的就是 声C小调的Niro Nuki Tan On Kai 声Do Mi 声发声缩C 我们以下就暂时称它为 声C小调五声音阶好了 那为了节约时间 我们今天只研究它的副歌部分 先来听听团副的录音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段旋律用的是小调五声音阶 首先给人的感觉就是 非常的温柔清新 很有江南水香的味道 但是细心的同学肯定发现 这段旋律其实用了六个音 除了声躲咪声发声缩C之外 还有一个声Re 声Re在C小调当中是二音 二音有什么作用呢 这里就很有讲头了 我们之前说 五声音阶听久了之后容易疲劳 因为它没有太多张力 而这个声Re加进来之后 可以和三音Me构成小二度 略微增加一些乐曲的张力 我们可以来听听把这个二音去掉之后 会是什么样子 对比一下有二音 对比一下有二音 是不是感觉加了二音之后就更有新鲜感了 我会觉得加入这个二音之后 让整个乐曲脱离了原本五声音阶营造的 100%的江南风情 而是多了一点欧洲的风味 但也不是完全的欧洲风味 而是日系游戏当中的那种伪欧洲的味道 我觉得这样的曲风就非常适合先见这个游戏 另外这个音阶的主音是什么 声Do对吧 因为毕竟它是一个声C小调的作品 主音会给人一种稳定的回归的感觉 所以大家在乐曲当中会时不时去碰一下主音 听起来就会有中心的感觉 但是我们来看这首《遇见江湖》 其首是五音 然后停留的比较多的是四音五音七音 一直到临近结尾 终于解决到了主音上 听下来是什么感觉呢 是不是有点飘 没有根基的感觉 什么东西是飘的没有根基的 江湖 那如果我们加入多一点主音 听起来就会是这个样子 感觉稳扎稳打 就不像原来那样虚无缥缈的感觉 所以我觉得这条旋律最巧妙的地方 就是它灵活地避开了主音 营造了飘忽不定的江湖感 在临近结尾回到了主音 给人感觉好像是回家了 但立刻又接上了七音和五音 告诉我们新的旅程又开始了 你看我们甚至都还没有分析和弦 单单是从调势的角度 就已经能够看出如此多的端倪 可见学好乐理 对于我们欣赏音乐作品 是非常有好处的 好了 本期的景长音乐课堂就到这里 乐理知识演奏技巧 只要关注订阅就可以一键拥有 我们下期再见拜拜